南加州地区的部分波多黎各人以及社区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全美银行总部举行抗议活动 呼吁联邦政府取消对波多黎各发行债务 根据南加州非盈利性机构波多黎各在行动提供的数据 截至目前为止波多黎各政府已对美国本土产生720亿美元的债务 经过波多黎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查 其中约60亿美元的债务不合法 今年早些时候联邦委员会曾就波多黎各债务问题举行为期两天的听证 最终决定对债务管理进行重组 然而债务问题依然给美国本土及波多黎各人民带来一系列经济负担 譬如美国本土部分地区消费税达到11.5% 高等教育学费上涨 未来退休人士所享受的福利下滑等 因此波多黎各在行动南加州波多黎各团结小组等非盈利性团体 集结在债务发行银行之一的全美银行总部门口发出抗议 反对包括全美银行 美国银行等五家银行继续向波多黎各政府发行债务 并呼吁联邦法院取消美国对波多黎各发行债务 该抗议活动已经在纽约 拉斯维加斯 波多黎各等多个地区展开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江月眼 林汉晴 洛杉矶报道